今天来讲一讲发力 两大块 一个是怎么发力 怎么把力发好了 什么是发力 第二个来讲一讲发力有哪几种方法 都拿几种方式 咱们主要是讲这两个大个 先来讲什么是发力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什么是发力 用一句话来概括 发力是什么 发力不是力 不是这个手上的劲 不是后手力量的大小 它是什么呢 是你小臂摆动的速度 再说的直截点 应该是球杆摆动的速度 因为你的手 对吧 可能是手去接触球杆 然后通过手腕和小臂 包括大臂 来带动球杆的速度 摆速 所以说直截点应该是球杆的摆速 但是最主要的发力环节应该是小臂的摆动 对吧 我们小臂中摆 小臂的中摆 来带动球杆的来回的速度 所以说发力是什么 发力应该指的就是 球杆的摆速 而不是你的后手的用力程度 这是总结出来发力这么一句话 就是很多人发力的时候可能这个手啊 喜欢特别硬特别使劲去打球啊 这是很多新手都会出现的 感觉用力去紧紧抓住球杆 这个发力不稳啊 这是很多新手的第一感觉啊 因为抓住球杆之后 这个杆被抓住了嘛 力会特别稳 但这是一种误区 好吧 这个大家首先要明白这一点 力是什么 力是球杆摆动的速度 那摆动的速度来自于哪 来自于你的后手接触的球杆的这个 控制球杆的这个环节 从你的这个手到手腕 几个环节啊 手手腕小臂大臂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控制好你的发力的话 实际上就在怎么能够做好这个球杆的摆速 可以这么讲 球杆的速度越快 发力越大 对吧 就速度快了 力量自然大了 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 最核心的 大家明白我刚才说的一点了 就会明白 接下来后手的所有环节了 都是围绕这一个点去展开的 怎么点 就是说 如何控制球杆的速度 你的手任何环节 比如说大臂要不要锁住 对吧 手腕要不要发力 对吧 还是手要不要去压杆 任何环节 都是为了让你的球杆的速度加快 在你手上变得轻巧 变得灵活 所以说你只要能围绕这一点去展开你的发力 你的后手 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要做这一点 就是一定要先注意 手不能用力去抓 因为你只要用力抓的话 你看比如说你手特别使劲 特别僵硬 特别用力的话 实际上球杆在你身上会变得特别笨重 就是 摆速会特别慢 尤其是你用力抓杆的手 手会变得特别慢 但如果你的手特别灵活 像这样 手腕各方面都特别放松 特别放松 你看这么手腕感觉 包括肘的位置 跟打蛇了似的 特别灵活 那你的杆在你手上就会变得 特别轻巧 特别轻巧 对不对 所以说 首先发力 我们要找到这种 这个手在你刚在你手上 特别轻巧的感觉 注意看一下 很多职业顶尖高手 尤其是像那个 郑宇博跟小特 他们两个发力 确实比较好 注意看 他们观察一下他们的手腕 他们的手腕出肝的时候 非常放松 非常灵活 就这种感觉 你像那个郑宇博拉过去 手他基本全松开了 然后这么手腕一抖 包括小特也是 小特也很明显 拉开之后 手腕这么一甩 他们的手腕非常灵活 所以说 你的手腕灵活 后手放松 你的球杆 在你手上就会变得轻巧 这是核心 然后至于刚才 有直播间的朋友问 这个要不要锁大臂 这个概念 其实 你锁不锁大臂 取决于你要发多大力 比如说你只是需要 中力或中小力 你肯定 对吧 或者是中力吧 对吧 你就这个这个光靠小臂摆动就够了 那个时候大臂肯定是不动的 肯定是不动的 就是自然这样摆就够了嘛 但如果你想发很大很大力 对吧 发大力的 你光这么摆 你大臂不动的话 你想想 你就只能出到这了 你的力量就出不去 你就必须得这样 把大臂沉下去 把大臂沉下去 大臂得往前送 那个时候不能锁大臂 所以说锁大臂不是关键的 它是根据你的力量来掌握的 来控制的 大臂不能完全锁住 中力和中小力可以锁 为什么有的教练 我会讲一讲 有的教练为什么要强调锁大臂 是因为很多新手朋友 他大臂刚开始 他不锁住的情况下 他出肝老师会 大臂会动会拐 知道吗 很多新手的时候 他不管是大力小力中力 这个大臂习惯性的 会这么拐一下 出肝的时候会这么拐一下 所以说呢 很多教练会强调一开始 要锁住大臂 明白吧 是因为大臂在动 就是发中力和小力的时候 大臂都在动 那就不对了 那个时候大臂是不能动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 你肯定要锁住大臂 尤其是走关节这个位置 走关节这个位置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很多人一打球 他一发力就这样了 确实有这个习惯 对吧 为什么有这个习惯了 就是因为大臂没有锁住 第二个 还是因为大臂这个位置僵硬 太僵硬在使劲来的 你正常我们大臂 它是不动的吗 不动的只是小臂钟摆 所以大家新手要先练什么 先练小臂钟摆 先练这种感觉 小臂钟摆 就跟走关节这个位置 固定锁死的 跟打蛇了似的小臂 就这样 先练这个感觉 自己没事去练一点 你就不打球 你平时练一点都管用的 找到这个小臂放松 手腕放松的感觉 这是新手要做到的 然后 然后再慢慢掌握什么呢 走不动 走不动呢 小臂加速 小臂把速度加快 因为很多人他一 一晕干 这个小臂打蛇了 他没有速度也没有用 这样慢悠悠的出干 很多人手放松了 但是手速度起不来 慢慢地摆 慢慢地出 你这样打出去 这个力没有用 一定是手放松的情况下 提速 小臂的速度提起来 才有爆发力 你看这学员打得就挺好 这学员的这个 出干这个 出干的这个速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非常好 对吧 因为他打这个直球的感觉 注意一下 只有发出这种力了 才能够把力发透 这个是新手第一步 把力发透 就是掌握这个小臂 小臂钟摆的感觉 新手 好吧 掌握之后呢 你再逐渐地释放 你的后手和手腕 因为前期让你去 把手腕松下来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像刚才有学员问 这手腕放松下来之后 这个会不会歪 对吧 有的人包括 有的人一放松 就一松过来 刚才手上晃 对不对 这是第二步 先放松小臂 先放松小臂 不行 我晃得难受了 你是在摆 摆得我难受 摆得我胳膊酸的慌 那个 然后这是第一步 小臂钟摆 小臂钟摆之后 你再去释放你的手腕 手腕你和和你的手指 这是第二步 因为很多人 他不会释放你的手指 继续讲 球杆提速 在什么位置合适 对吧 这个问题是一会儿要讲的 就是发力的几种方式 这个一会儿咱们要讲 先把刚才讲完 刚才讲到哪儿 这样是小臂放松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步放松手腕和手 有的人会问 这个出关的时候 发力的时候 这个手腕要不要发力 有的人会问这个问题 这个手腕到底要不要发力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手腕发力不是每一根都需要的 但是有些特殊干法需要 因为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 你的球杆要有速度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 你小臂摆速它是固定的 小臂的摆速是有限的 应该说是 这个时候 如果小臂摆速不够的情况下 你可以通过手腕 再来一个加速 这样你的球杆速度会 在小臂速度加快同时 再通过手腕 还有一点速度叠加 这种感觉 速度一叠加 通过手腕的发力 把速度再加快一点 所以说 有的球就需要用到手腕发力 比如远态低竿肯定需要 还有一些干法 可能不是发力的干法 小力的干法也需要 就是力量很轻 但是想让白球打出 很强的旋转出来 比如小低竿 或者是那种搓赛 软赛 也都需要用到手腕发力 因为那个时候 那种小力的话 我们不需要发很大的力 所以这个时候小臂摆速会很慢 但同时就要让那个球杆了 打出白球旋转 所以就需要在皮头快接触白球的时候 通过手腕 这个抖腕的这个 抖腕的这个技巧 就是通过手腕瞬间加速 把你的这个白球旋转打透 打穿 打出旋转来 手腕的发力 刚才解释的 手腕的发力 是不是每一干都需要 但是有的球 需要用到手腕发力 如果你会运用好手腕发力 你打球会很轻松 知道吧 只要你能配合好手腕的发力 打球会很轻松 相当于小臂 就不用发那么大力了嘛 但如果你每一干都用手腕发力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 很多稳定性会下降 稳定性会下降 所以说这个手腕的发力的话 不要每一干都去发 好不好 一些特定干法 我打一个特定干法 刚才是有点滴搓 角度大一点 对对对对 这种啊 这种刹车球 这种其实得用到一点点手腕能力的啊 啊 这种感觉啊 啊 一个刹车 这种就是在出干一瞬间 通过抖腕把那个第一根打出来